日前,据西班牙每日进球网站报道,为了寻找前锋阿归罗的接班人,曼城主帅瓜迪奥拉,如今也盯上了黄马的猎物哈里凯恩。 这位前报价民宿,准备以1亿欧元加上热苏斯的价格,将这位世界杯金学带到曼城斯特。 而曼城方面也相信,这份报价会击败黄马,获得热刺的热客。 瓜迪奥拉如今已经开始寻新的前锋人选,因为阿归罗赛季末就31岁了。 虽然本赛季这位梅西国家队的此党依旧犀利,至今各项比赛31场打入24球助攻5次,但曼城也需要开始寻找一个更年轻的锦球机器。 在瓜迪奥拉看来,托特纳姆热热刺的英格兰国奖哈里凯恩,是最为合适的人选。 凯恩在世界杯上夺得了金靴,而且是过去资格萨基英超进球最多的球员。 但本萨基一度受到膝盖伤病困扰哦,在今年1月,曾各项比赛休战6场,但他恢复得非常不错,23日已经在对战伯恩利的比赛中复出。 虽然托特纳姆意外输球,但凯恩复出后的首场比赛就打入一球,显示出了不错的状态。 凯恩此前一直是黄马追逐的目标,弗洛伦蒂诺一直是他为下赛系最影响期待北格马的人选。 但托特纳姆的开价非常高,老板列文声称,需要2.5亿欧元以上的价格,才能带走这位英格兰国奖。 这让黄马也有些望而却步,毕竟黄马还得引入其他的巨星。 曼城虽然是欧洲著名的土豪,但曼城也认为给2亿欧元的价格实在是有点高,所以,曼城准备一热苏斯再加上一亿欧元,折合约8700万英镑的报价打动列文。 列出四本赛季34场各项比赛打入16球助攻四次,在德国转会市场网站的估价,已经高达7000万欧元,但为了得到凯恩,曼城愿意出让这位21岁的天才。 瓜迪奥拉相信这个报价,足以打动托特纳姆,让他们同一半人。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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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